今日周冬宇以双丸子头的活力造型浅身上海作为亚太区代言人与实力唱作人万尼达一起惊奇亮相品牌全新打造的纵容空间 邀大家一同置身于第25小时赶纵容做自己 当天两位的造型可谓时髦又温暖 周冬宇选择了马林羊羔绒夹克搭配经典迷你超短靴 显得十分摩登可爱 而万尼达则是弗朗西斯飞行员外套搭配全新经典粉色系列短靴个性满满呢 谈及秋冬穿搭两人也是不约而同地强调起了舒适感 其实我比较喜欢穿一些舒适为主的衣服 比如说就是Arg的所有的鞋或者衣服就很舒适 然后很符合我的这个平时的穿着 我觉得时尚或者是你自己穿衣的风格更多就是做你自己 然后当然我觉得舒适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今天凹造型的时候又很能舒适的话那更舒服了 除了平时就是个时髦女孩 周冬宇在大荧幕上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 此次更是时隔十年再次合作张艺谋导演让大家都充满了期待 其实今天每一个角色之前都是有压力的 没有一个角色是容易演好的我觉得 而且我从小就觉得人民警察特别的深圣 所以我非常非常想演好当时 那你有没有在这个角色做什么准备吗 一般都是听导演讲 然后我自己提前也做了一些体能训练 时隔十年再跟张艺谋导演的这种感觉 就是虽然时隔了十年 但是会觉得还是像一样 还是像以前一样非常的亲切 然后温暖 但是也有点忐忑 因为怕达不到导演的要求 因为也毕竟时隔了十年 其实我一直想挑战警察的角色 然后正好兼容盘石 然后张艺谋导演给了我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也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夙愿吧 去年的一部《少年的你》 让周冬宇也是拿奖拿到手软 从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到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她直呼这些想象无疑都是甜蜜的负担 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就是甜蜜的负担吧 然后感觉压力挺大的 希望自己能把压力变成动力 给大家带来多一些 就是自己努力以后 呈现给大家的作品吧 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 然后她卷入一起出租车的一个杀人案 然后就揭开了她们多年前的 与自己这个青梅竹马的一段往事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呃没有 大多大多没有 因为我想就是好好休息一下调整我自己 然后就是休休一下 做第三章专辑 然后能不能在今年推出来 其实其实我也想快一点发 就希望今年年底吧 或者明年年初这样 再策划一些明年的巡演 还有一些其他的演出啊 或者什么的就 对我也还在策划啦 期待期待咯 上台报到 我们下期见